带直立总督上荣上殿 带直立总督上荣上殿 上荣你知罪吗 罪该万此 罪该万此 都看看啊 看看 触目惊心 花钱像流水一样 名义上是给朕修园子 实际上中宝私囊 一个个的石头狮子 跟朕要的是银狮子的价钱 这叫欺君 瘫脏 罪该万死啊 跪到一边去 谢 谢万岁 召洪玉使一家上殿 侯玉使一家上殿 臣叩见武方万岁万岁万万岁 吴万卿 臣在 朕已有你这样的爱臣 而略感心安哪 花肯过奖了 朕前次误判了你 没想到你不仅不记恨朕 反而与贪官斗勇 弃而不舍 几乎死在贪官的刀下 真是要好好地奉奖你啊 谢皇上 起来吧 宫外卿还有什么话说吗 罪臣有话 将死之人还能讲什么呢 讲 臣贪心不足死有余辜 但有一事不图不快 那季晓岚 曾随意将圣上之物赠予他人 也是犯了齐君之罪 你 有何凭证啊 有 此膳当初是在 红霞姑娘身上 是否为异用之物 是否为圣上赐以季晓岚的 请圣上过目 不用看了 那是朕的膳子 季晓岚出来 朕在 臣在 把你腰里的舍子拿给朕来瞧瞧 曼江四流 没拿了 皇上请预赖 皇上 这真是预赖 皇上 季晓岚呐 你真是敢拿朕当好耍啊 这一路上拿着这破扇子 让朕另行禁止 你藏几个脑袋呀 皇上 您忘了 奴才多次提醒过您的 您就是不信 这得罪 出出这口气 这事我知道 你们俩人退上去 张荣 罪臣在 罪臣在 你明明知道这是一把御膳 当时洪小姐把这御膳请出来的时候 你还要杀人灭口 看来你是罪上加罪 罪加一等 我我我皇上开根 皇上开根的皇上 皇上 朕本来只想杀你一个人 现在看来 是要杀你九族了 来人 把他暗约 皇上 皇上开根的皇上 皇上 皇上开根 季晓岚 到了阴朝地谷 我给你闭门 季晓岚 人没咬到 刺不到伤 我该 晓岳 在 你给我出来 明女杀晓岳见过皇上 你知道你也是欺君之罪吗 我不知道啊 我只知道我是为了皇上出生入死的 你还嘴硬 你以为你乔装打扮 在洪姑娘身边出来进去的 朕就认不出来你啊 我知道什么事情也瞒不过皇上的眼睛 晓岳知罪就是了 没那么简单 你还是好好的招出来吧 谁给你出的主意 谁让你去救的洪姑娘 救洪玉使啊 皇上 您是问我 我的后台是谁呀 招出来吧 招出你的后台 朕就不怪你了 我的后台是 是 是何大学士 杜乔云 不能胡言乱语 你的事我可一点都不知道啊 对 只有一次 你的声音 我听着笑 但是 差点被你唠鲁过去 急什么 我是说 何大学士是不可能的 那是谁啊 是 小女子不敢说 皇上 是罪臣纪晓岚 不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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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就料到是你了 这是早有预谋 早有准备的是吧 朕还没出京城呢 那你们就已经给朕下了套了 你们跟算卦的串通好了 让朕走南边 让杜晓岳去救了红姑娘 让她去报信 让朕又去了取羊 救了红玉使 然后 把上荣逮了个正着 这都是专心策划的 让朕钻套 皇上所言极是 您强强 您强强 可可可 季晓岚罪莫大言 不坐牢 也应该发配黑冷江 皇上 臣这一切 是不该瞒着皇上 可是如果我不瞒着您 您能往南走吗 您会去取羊县吗 您不就会因此而背上 历史的骂名吗 臣这一切都是为了皇上 为了江山设计呀 如果不瞒着您 不是我和杜晓岳 理应外合 不是臣的精心设计 皇上 您怎么会在这前庆宫 与红玉石一家见面呢 皇上 好一口贴嘴童牙呀 朕今天免了你死罪 日后朕慢慢再消化你 皇上 还有我小月呢 小月 这次你给朕立了宫 改是这样好好的讲你 下去吧 多谢皇上 事已至此 咱们索性把这事聊聊吧 和爱卿记爱卿 陈在 奴才在 此次出门办事 多亏二位相助 朕长了不少见识 明白了不少事 本来是应该奖赏 你们二位的 谢皇上 先别着急谢话 还没说完呢 可你们中间有一个人 适才逞智 经常地动着心机 耍着小聪明 以为朕什么都不知道呢 纪晓岚你知罪吗 臣知罪 来 何爱卿 奴才在 朕虽然常不出门 有的时候有点愚钝 有点犯傻 可是你也是大学士 也适适的迟钝 给朕帮不了多少忙 还常常地让朕 受不少委屈 受点侮辱 你知罪吗 奴才知罪 来人哪 将此二人也押入天牢 等候发落 全态卸足龙安 活肉 活肉 你们都别劝朕啊 劝朕朕也不听 退朝了 退朝 理由 委员 你的 马上 废